向大会报告 今天上午继续 今天上午继续市政总咨询 第一节由陈立真议员咨询 时间45分钟 议员请 谢谢主席 主席 市长 两位副市长 各位局处首长 各位议会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好 大家早 今天是本席的一个总咨询的时间 也要在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时间 提出有相关地方建设的一些问题 来让市长来了解 也希望市长能够针对这些问题 来有做一个改善 那我们高雄市左营区 篮子区这几年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快 那由此是我们的篮子区 在德明路桥 已经建设完了以后 那我们的清风里 高雄大学那边的大楼越盖越多 那整个篮子区的人口密集成长很快 生活机人也进步了很多 那相对我们的交通的一个需求 对民众来讲是越来越高 几次的一个本席争取篮子转运站 有五个会期了 那这段时间我们相关单位也有办几次的会刊 那也有决定要规划在我们的捷运站 捷运的都会公园站第四号出口处的这个地点 那首先要感谢市长对本席的建议 这么注重能够来做一个规划 那我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交通局长来提出几点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这个好不容易了 正处到的这个男子交通转运站后车亭 我们已经确定要做了 那地点也刚好是做在我们的捷运都会公园站的第四号出口 在那边可以跟我们的捷运站做一个连结 那这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地点 跟他跟捷运有做一个连结 我希望我在这里有提出三个建议 那希望我们的交通局长能够好好的规划 把这样的一个转运站后车亭规划的功能能够很充足 对我们整个北高雄的一个交通发展 我们左营不只是有一个高铁三铁共站 还有兰子区的第二个给民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都会公园 转运站后车亭在这里 第一个我要建议我们局长 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地点 市长也重视本席的建议也好不容易要盖了 你一定要去规划周边的一个停车场 停车的空间很重要 今天如果我们要开车出门的话 我们会想到说哪里好停车 我们就马上在想 那哪里好停车我们就往哪里去 那这个后车亭如果 这个转运站后车亭如果要广用的话 要聚集人潮的话 一定第一个我们的停车空间一定要考量 那再来就是说它有这么棒的一个环境 刚好是跟捷运跟都会公园都连结在一起 你一定要把周边的环境规划得很漂亮 要有一些现代感艺术感或者说 可以比照一些我们现在的轻轨 轻轨站的每一个站体 有草皮有绿美化都做得相当的漂亮 那我也希望说它不只是一个转运站货车亭 它能够连结整个环境 把它塑造成一个南指区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标 然后这样的环境整理好让它很漂亮 第二个建议 我要建议局长 在这样的一个转运站后车亭 你一定要规划长途跟短程 有公车的规划路线还有巴士 那长途的这个巴士客运呢 你也可以把它连结向东 燕藻 旗山 莱文 旗山 还有美容 这边都是我们高雄市很漂亮的一个后花园 我们可以跟那些的观光景点做一个连结 然后连结到我们的篮子的转运站后车艇这里 或者是像阿联 大岗山 越世界 这些都是非常漂亮最近县市合并以后非常漂亮的一个景点 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把它连结到 新达岗或者是迷陀 旨观 那边也是一个沿海的一个观光景点 这三项啊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长途的一个巴士客运 能够让我们的市民或者是外国来的观光客 他们很明显如果要到我们高雄市的各个景点去玩的话 他们很明显马上清楚说我要在哪里搭车 那第三点的建议说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好这么棒的一个点 你一定要跟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北区这里有七所大学的一个交通座连结 有我们海科大还有树科大第一科大高雄科技大学高师大 还有我们一所大学这里这几所大学啊因为这我们一直每一个会期都在缓映 当然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做因为之前这些大学很多的学生都缓映说他们要搭车的一个接驳车都不足的 那刚好我们现在要规划一个这样的一个转运站后车艇 我们也可以连结七所大学 让这些学生他们将来在这样的一个通勤交通会更安全更便利 我要这边请教我们交通局长对于这样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个转运站后车艇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请你答复 请交通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对于我们南子都会公园这个大型的后车艇规划的关心 确实我们在今年的二月已经有去做过会刊 也有参与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申请公总的一个后车艇建制计划 那基本上公路总局已经同意我们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提报整个订稿的计划书 另外一方面我们进行这个所谓设计的作业 那设计的方向当然我们会希望 这个既然是比较大型的后车艇 就应该有跟当地以及未来刚才议员所提到一些设计感 应该把它放进去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大型后车艇 扮演的是转秤转运的功能 所以对于周边怎么样去做停车 来使用捷运也好或是公车也好 这个我们会特别来留意 那至于说跟七所学校的连结 这确实是我们现在的重点 我们在素德科技大学 已经有提供了四条快线 就是直接公车可以进校园 那我们也希望高雄市的七所 更多的这个大专院校 都能够响应公车进校园的这个动作 来把我们的公共运输深入到校园里面 那减少我们这个大专大学的学生 骑乘机车比较容易造势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持续 跟议员这边持续来保持联系 局长你请坐 远程的长土的是比较到我们的观光景点去 那短程的这个公车规划也很重要 尤其是清风里 东陵里 慧兰里 享平里 中阳里 这里几个里啊 他那边的这个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反映 他的交通路线都是很缺乏的 那也希望藉由这样一个转运站后车艇 能够延伸到我们东南子的几个社区里面的里 因为现在那边的公车 他只有在主要道路上才有嘛 那如果社区的人他要来搭乘的话 他势必要走上一段路 那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路线能够规划的更完善 让我们未来的这个兰子的交通会更进一步 在这边也谢谢我们的局长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们在兰子区的西兰子啊 就是高雄大学又昌 这一方面 这几年在这里 市长也在那边建设的很多 比如说是公园绿地啊 也都很完善 他有一些道路的打通通畅啊 还有都是做的建设很完善 但是包括大家最称赞的就是这个 自行车的租任站 他那边整个七个点的自行车的租任站 都很完善 从高雄大学到中山高中 还有到家昌国小 还有我们的一个加工区 整个一个路廊道 在我们西兰子又昌高雄大学那边的居民 他们都感觉到最近这十年来 那边真的是进步了好几倍 那边的房子土地都在涨 那这一些都是我们民众的反应 都非常的有感受得到 那如果再说到我们的东南子这里 我也在这里要建议我们的交通局长 在我们东南子这几年这几个会期 我也每次都有在跟你建议 因为我们东南子的一个公车的路线缺乏以外 如果是要有那个脚踏车要骑的话 只有一个站 勉强讲只有一个低颗大的一个租任站而已 其他都没有 那我们东南子其实的环境也很漂亮 也可以通到我们的大社中山路 然后就可以串联到我们观音山 或者是从惠民里的话 也可以通到我们的捷运站 可是我们都没有去给他做一个串联 那我在这边要建议说 是不是能够在一次的 在这一次的我们自行车的租任站 再要有一些增设 能够考虑到我们东南子的一些设点 从我们清风里的南子高中 还有我们的中阳国小 南子国小 区公所 行政法院 还有台塘量饭店 这几个点能够设有像西南子这样子 有几个自行车的租任站 那我们南子区的一个民众啊 他如果一出门的话 他可以社区跟社区之间 他要去借假话车的话 也可以换便借跟还 那假日的时候 如果还要到观音山去 一爬山的话 他也有脚踏车可以骑 那等于说我们 虽然说现在是公车的路线 没有完全很充足 可以用我们的脚踏车租任站 来作为一个绿色廊道 其实我都很赞成 我们市政府一直在推绿色廊道的这一块 因为现在天气这么热 那我们要让城市降温的话 我们势必要多提供一些绿色的一个交通工具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东南子这几个里啊 现在都是完全完全都没有做的 如果是跟我们西南子这边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建设应该是没有很困难 那将来我们现在市长一直在推这种自行车的车道 我们都盖得很好嘛 还有后进溪整个以后会通到原种港的出海口 整个以后大家骑自行车运动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高雄市的自行车的车道呢 也有几段啦 风景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来架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的租任站 让民众他方便借缓 那让社区能够跟社区串联或者是通车或者是休闲 都能够去使用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应该也要请我们的交通局啊 跟相关的单位是环保局或者是其他的局处 针对我们东南子这里有几个 有几个我们的脚踏车租任站 驱公所男子国小还有行政法院 还有台塘料饭店立民公园男子国中 这几个点慢慢的把它做串联起来 让我们的东南子在那边的人口 现在越来越多尤其是清风里的人口是成长得很快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东南子其实是也靠近我们高速公路 所以那边的居民就 就在居住的那个成长的人口就很快快速的成长 所以我要在这边请我们交通局长 你答复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个一条 创造一条绿色通道的一个做法 慢慢的来做一个规划慢慢的让它成型 总是有做我们就会有进步啊 像我们的高雄大城那边是进步的很快 那这边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对于我们公共自行车租认的这一个关心 那确实在城市里面如果能够推动低碳的运居 确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标 那公共自行车这个部分 虽然不是我们交通局的业务 不过在整个跟捷运跟公车站 整个转秤的这个系统来讲 我们会来跟环保局这边再来进一步的了解 看看是不是在增设站点的地方 能够特别的考虑当地的需要 因为公共自行车的这个效能要发挥 一定要有足够的站 造成那个网路的效果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谢谢 请环保局长答复一下 请环保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那我们最近大概会在增设 有一百多个站 那目前预计是六月中要 那个开始那个进行招标 那所以过去在南指这边也已经 进行了像后进捷运站 那像那个佑昌的森林公园 那以及像南指高中 南指高中这个地点的一个会堪的工作 那后续的一个增设这一百多个站 有关于陈议员所建议的这一些的点 我们会进行相关的会堪 那再考量再把有关的这个点再把它摆进去 好谢谢局长你请坐 那再来要跟我们交通局长反应 现在我们南指区的区公所停车空间真的是非常不够 那我们这个区公所它里面的一个办公的单位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都知道早期的规划都没有考虑到停车的空间 那周边的商店啊还有住家都非常的密集 那很多的民众都常常跟本席反应说 每次要到那边洽工都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很困扰 甚至车子开到那边还是没有办法把工作完成还要再开回来 那这样的经过几次的这样的会堪 还是都没有办法来改善 那我在这里也要请我们交通局长 是不是能够想出一些解决的一个方案 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临时停车短暂停车的一个 就是针对洽工使用的20分钟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几个停车位 我想因为我们站在那边看 进出的开车的办这样一个洽工的人数啊 就是非常的频繁 那大概办公的次数大概的这个时间大概是30分钟 那这个是不是请我们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 对于这样的一个洽工的一个停车不足的严重啊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请回答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 那在南子区公所那附近 确实我们也去检视了好几次 那目前附近应该是有路外停车场700公尺内有3场 周边500公尺还有私人的大概也有2场 但是确实那边的交通还是有停车上的需求 很可惜我们那边没有再有空地可以来批建所谓入外的停车空间 不过我们会再来检视一下 看看是哪里还有机会我们就会努力来增设 那至于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如果民众需要短时间的这种洽工办事情的需求 我们来看看哪里可以设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这部分是首先从这个停车需求的角度下手 另外就是说我们当然也希望刚才议员也提到 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一个后车停 做一些路线的调整看看 能够也鼓励民众不用自己开车去办这个事情 有比较好的这种接驳的方式 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尽量转移到公共运输的使用 好 局长请坐 希望能够尽速的解决 那再来就是有关我们南子区的一个整个发展 生活机能跟他所有的一个民众的需求 那我在这里我也常常在关心的一个案件 就是说像我们南子区 南子区将来如果说交通慢慢的进步了 那整个生活机能环境也越来越棒了 人口越来越多 我也在这边要建议市长 是不是能够在南子区能够找出一块地 盖一个大卖场或者是电影院或者是百货公司之类的 让我们的南子区有一个地标更繁荣的地方 因为现在南子区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大卖场 那最近几次本席很关心的 我们华夏路跟重合路有一个BOT案 他是大概是投资金额20亿 地平的面积是1800多平 那这是一二楼是一个大卖场 三四五是一个餐厅 那这样的一个投资 在我们地方也是带有我们左营的一个新亮点 那我也建议说 我们市长能够像这样的一个经验 将来能够有机会在我们南子区 把这样的一个经验移植到我们南子区 让我们的高雄我们的南子区这边 整个的生活机能更完备 还有我们可以造就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 那这样是不是请我们金花局来做一个打呼 是不是能够朝向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 局长您请答复 请回答 好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谢谢陈议员的关心 那个南子区最近发展也很快 那其实我们也同意 就是说希望就是说 在南子区能够有更好的大型卖场 那目前其实在蓝田路那边 就是也是在市长任内 有完成一个非常大型的大卖场 我想议员一定很清楚 那不过如果议员提到的是这种综合性的 包含旅馆餐厅等等综合性的 那之前您刚才举的例子是促仓案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在南子区 还有没有适当的土地 能够来做这样子促仓的引进 不过这个东西需要一些市长条件的配合 那我也希望我们会很来努力 也希望议员能够给我们多支持鼓励 谢谢 局长您请坐 现在我们南子区 南子区的人口数已经达到18万多 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圈 到现在南子市土地忽远很宽阔 都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标 那如果说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百货公司 或者是电影院大卖场或者是旅馆的话 那是必会对我们南子里面 可以带来很大的一个生活机能的方便 能增加一些工作机会 那这样当然我们市政府能够朝向这样的目标去努力 那我请我们市长也能够有这样方便的去思考一下 那我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就是说 在我们南子呢 除了我们的大型转运站 后车停的规划要完善 还有要提高我们的自行车的租任站的密度 一定要让东南子这边能够成行 有很明显的一个自行车租任站的串联 还有重视我们南子区公所的停车空间 以及将来能够思考我们南子百货公司大卖场 这样一个生活机能 那未来我们南子区势必 因为它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市中心 如果这样它一定后面的一个发展空间 有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也要做一个未来的思考 在这里我要跟市长来反映的 就是我们左营区的半平山 半平山是我们北高雄最漂亮的山 也是我们左南区的这个市民 一个共同历史的记忆 那半平山它真的是非常的优美 加上这几年 我们的莲池坦的改造 明潭路的开辟 还有我们的万年公园 还有我们的万年公园 现在都开辟好了 还有我们的孔庙的前面的立美化 都做得很好 那边的道路开辟 还有我们一下来就是山铁共站 台铁的新站 左营新站 都是在那边 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所以这个半平山是越来越宝贵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那半平山它现在很多民众都在那边爬山 不管是早上或是下午 很多民众都会到那边去爬山 或者是学校会到那边去做一些生态的教学 那我们都知道爬山有很多的好处 可以强健我们的新会工人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自信心 然后流汗过了以后 那一种神亲灵敏 心情愉快 真的是大家都会去感受到 所以现在爬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 那本席也常常在下午四点的时候 到那边去爬山 也都遇到很多的 的那个我们的民众好朋友 都不管是七十岁六十岁 或者是青少年 很多人都到那边去爬山 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 我们的半平山 如果是从翠华路的出口 走我们的木栈道 或者是一般的石头步道上去的话 半个小时 他就可以到达山顶的一个凉亭 那个凉亭就很漂亮 如果是早上去的话 向东看 可以看到半平山这样的一个景色 旭日东升是非常的美 那如果是后面的话 往高铁的方向去看的话 这是一个半平湖 现在是建设的很漂亮 那我们如果是往我们的西南方去看的话 就看到我们整个左营的老镇 我们的捷运 看到海港 看到柴山 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在那边很多民众 就会在那边歇脚 那这么美的半平山 我今天就有一些照片 要请市长看一下 在这个 这个是我当里长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 这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都没有改变 那我一直在建议 那这个道路就是一铺再铺 然后一挖再挖 那因为它是从 翠华路到山顶的话 是有两条路 一条是木栈道 一条是步道 那这条步道 是凹凸不平 然后滑动的石头是坑坑洞洞 我们看起来就好像 是一个休闲的路面 其实它是危机重重 很多长辈 我们看了都很不舍 在几天没看到他 我们就问他说 他怎么没有来 他说他在这边滑倒了 那滑倒的伤到他的膝盖 至少都要休息半年十个月 那我们就觉得说 对这个建设 是不能有这样 对一个来休闲 要更健康的 结果是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我们看到这些木栈道 那我们看到这些木栈道 木栈道也派 不知道要走路 那现在这种木栈道 这十几年前 我一直在建议 这已经都是腐朽了 然后就是一钉再钉 那这个钉子呢 都松动了 那如果走在木栈道的 这个民众 他就是不敢去欣赏风景 他就会看到这个 木栈道 看是不是有踩到破掉的木栈道 他不是一两块 他是从翠华路一直到山上 整条步道 几乎都是损坏 在这里应该有很多 我们养工处的 现在都已经升官 掉到其他地方去了 在基层的时候 就一直会看会看会看 会看到现在 那我也希望说 今天我请市长看这些照片 就是能够想出一个办法 好好的彻底解决 那这样从半平山的翠华路 要进山的时候 这是翠华路的路 这是破损的凹凸不平 那人形到尾都是这样子凹凸不平 还有我们的树根 这都是我们的门面 都是凹凸不平 那这个围墙都是很久没有在修复了 那虽然我想说 我们的联赤坦周边都建设的这么漂亮 建设的这么好 围堵这一座的半平山 这么多的缺点 这么多的缺点 那我要请市长 是不是能够去监督相关的单位 然后给他争取几千万的经费 把这座半平山好好的 不要用修理的 用整修的 好好的彻底把它整修 可以比照小岗山 这么美的山啊 还有我们那个半瓶湖后面 都有经过建设的 那一次的就把它建设好 就像我们在做明潭路啊 孔庙万年公园这样的一个很漂亮的山 因为这里的使用力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这一点我要请我们市长答复一下 请市长回答 谢谢市长 谢谢市长 谢谢邓議員 我是有半平山这个路 整个管理 现在是有受伤国家公园管理处 不过我认为因为在半平山 在我们的高雄 在我们高雄 在高雄市政府里面 我觉得我们会找我们左南地区的立委 来跟交通部观光局 我们的交通部队 我们王国财 王局长现在也在交通部当政府次长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他沟通 那我们希望如果他能够播一笔费用 那高雄市政府愿意在这个部分 把我们的半平山这里登山步道 来把他整修 让大家更好去北山 这个部分我愿意 这样来处理 谢谢 谢谢市长 也希望说我们能够争取大笔的金会 然后做一个彻底的这样的改造 谢谢市长 那再来就是我每次我都在反映我们的孔庙 那孔庙你看这里 这是最近整修的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我们市府的一个做法 地方也都很称赞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个 这个我们的书院 有文昌殿 还有书院 里面大概有三合院的一个空间 闲置很久了 闲置很久了很可惜 那我们这里的一个建筑物真的是盖得很雄伟 然后去那边的游客都很想进去 不过都没有开放 那刚好它旁边也是连接是我们的廉磁坛景色非常的美 加上旁边还有几棵柳树 真的大家都好喜欢这个地点 可是它可能闲置起码有几年了啦 那这里很可惜 因为现在土地最欠的地方也都很宝贵 所以我希望我们文化局能够把它好好的规划 开放给我们的市民来使用 譬如有些很希望安静读书的人 他有多一个地方可以去读书 或者要考公职的人 他也可以到那边去读书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商务好友 也可以到那边去品查 那也可以用一种委外的方式 就是任何的方式就由我们的专业去思考 怎么样的去开放 来让我们的市民可以去使用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不建议说是用那种商业或者是饮食这一类的 就是要有一种比较阅读符合我们孔庙的一个 这个修身养性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气息 来做一个开放给市民来使用 那已经也建议了四个会期 不晓得是不是有一些些的进度 请我们文化局长答复 好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再次的这个催促 那在陈议员建议之后啊 事实上这个鸿门的部分 我们也找了几个非盈利团体 大家来协商看是不是能够达成 陈议员所期待的就是不要太过于商业化的使用 那目前正在挫商当中 我们整个孔庙的主体大沉淀是开放的 您讲的是面对廉池潭的这个鸿门啊 明轮堂的部分 那我们会尽数来办理 我希望最近有好的结果跟议员报告 好谢谢 谢谢局长 那希望能够尽数看到我们完成可以进去使用 那再来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现在的一个老人服务 那我们现在整个台湾都面临一个高龄化的社会 那再过几年就要面临一个超高龄的社会 我们看到这个表 这是在1991年的时候 我们是10.3个人 养一个老人 那在2012年的时候 是6.7个人养一个老人 那在未来的推算 在2040年的时候 是两个人养一个老人 那在2060年的时候 是1.3人养一个老人 那这样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我们 全个台湾社会 要好好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在这个时候 在2040年两个老人养 两个人养一个老人 那年轻人都去照顾老人的话 那我们的经济发展怎么办 那年轻人没办法去工作 没有收入 那是不是又回到我们的社会问题来 要不然就是老人照顾老人 所以虽然说 明年的一个老人服务法要上路了 但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 这个老人照顾的一个工作 我要在这里跟我们的社会局长 来深入的探讨 因为上次的部门总咨询的时候 你给本期的一些答复 我到现在都还是在思考中 我觉得说 一个问题的解决 一定要彻底的去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除了是我们的服务法以外 在社区里面 还有一些很多的老人需要被照顾 尤其是这种老龄化的成长速度 我在这里要跟我们社会局长讲说 我们社会局的这个脚步 真的是跟不上这个老人化社会的一个进度 我要跟你讲 你每次都跟我说 已经有老人服务据点 有日拖 其实你想一想 一个理智一个日拖这样够吗 只有一个老人服务据点这样够吗 是完全不够的 那你知道这两个工人在社区 有多大的工人吗 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工人 那本席是也从基层服务做起 我非常了解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探讨的是两个方向 在日本他们早就已经在做了 那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做法 他们是分两个方向 一个是私人私自的老人怎么办 一个是健康能够治理的老人他们怎么办 那我们先来讲私人私自的老人 如果家里有私人私自的老人 那这个长辈他很有孝心 他不愿意把他送到更远的养护机构去 他希望能够他白天送他去去中心 然后晚上把他接回来 可以晚上一起吃饭 可以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那爸爸妈妈也可以看到他的子女 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是很和乐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日拖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那如果是一个私人的 一样也希望能够把他送到就近就好了 所以日本他们是借用一个在地的力量 在地的力量 当然在地的力量也要我们公部门 去用部分的资源去推动 然后再接社区的一些志工 这样出一半 这样大家合力的来把这些老人照顾好 那有几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例子说 他本来他儿子有个很好的工作 那因为他的爸爸是失智了 可能就是出门会走私 结果他为了照顾他 因为他不晓得把他送去哪里 又使不得把他送到更远的机构去 所以就留在家里孝顺他 他把工作都辞掉了 然后一出门的话他又走丢了 然后就不敢让他出门 就把他关在里面 那关久了这个长辈也会怪子女说干嘛 为什么一直给我关在里面 那子女又没有办法去解说 像这样的一个很痛苦的一个例子 我如果我们有一个日拖中心的话 他可以把他送到日拖 毕竟日拖是比较专业 他在白天还会给他一些训练 或者是他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他聊天 或者给他做一些 他们比较有兴趣的一些活动 那晚上给他接回来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一个例子 那第二点就是说健康的老人 其实健康的老人的一个在地力量服务 我们如果公部门要来推的话是不困难的 就像最近我们 我先把我们在地的老人的一个健康 把他怎样的去推行 局长你也可以藉由我们的公部门的力量 去推动我们社区来成立一个在地的力量 把所有的那个老人 他们在家里不愿意走出来的 透过志工去把他们 把他能够把他找出来 把他带动出来 就像有很多的例子做得很好 中山高中后面有个菜园 这长辈越来越多 越聚越多 还有很多 就是我们男子区有几个里 里长也做得很好 在公园里面白天就可以照顾到 一二十个老人就在那边玩乐 这是非常棒的 那这一点日本也是早就在做了 像日本的一个 像日本的一个公崎清教授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在社区里面应用在地的力量 成为五个面向 就是人、文、地、禅、景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人的一个部分就好了 他是把人 就是把他们带动出来 人跟人的这种疏离感 能够把他越来越降低 然后人跟人越来越亲近 我想如果人跟人越来越亲近的话 我们一定是会比较愉快的 会比较快乐的 然后再把这一些 这些自工人他们能够发挥效忍 然后借我们社会 我们工部门的一个资源 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日本他们早就在做了 先在社区 鼓励他们去成立 然后是找一个地方 是公园是室内都可以 然后再把老人 在家里面的长辈 把他们带动出来 然后这长辈带动出来 他白天去到一个聚集的地方 他久了 他就是一个精神寄托 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 他还可以跟他的子女长辈 这样的一个互动 有谈不完的话题 最近我们新上里 他成立了一个老人关怀据点 我们局长也很感谢你全程的辅导 他做得非常的棒 他他这边 这边才成立不到三个月 每天人都满满的 每天人都满满的 其实他有时候是他自己的服务处 那我们也花不了多少钱 那前几天有一个笑话 大家都笑哈哈 宇宙有一个80岁的老人 他每天一定要来报到 然后回去的时候 他是子孙满堂 他的子女很有成就 他儿子问他说 你今天去社区学到什么 他就跟他儿子说 我学到穿起 他大概就是学一些深呼吸 叫他们一些深呼吸 然后他子女 听到他这句话 笑得很大声 全家笑哈哈 那这个长辈看到子女笑 他也笑得很大声 然后你看这种情形的话 里长他那天讲给我听 我觉得说 哎呀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棒 那所以即使这种社区的力量 带动社区的老人出来生活 因为他是健康可以自理的嘛 他们头脑什么思考 他们有心情有情绪 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修行活动给他的话 我想我们的这样的 除了我们的服务法上路以外 还有很多很多的社区的老人 他是需要这样被照顾的 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局长 应该好好的去思考 其实你那天跟我说 我们左营区已经有日拖了 左营区人口那么多 只有一家日拖怎么够呢 两家 这样就成立一家 只有两家怎么够呢 对不对 根本都不能去啊 那我也希望说你能够结合地方的力量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日拖中心 真的日拖很需要 把它像那个幼稚园托儿所一样 到处都有 其实就是小规模多工人 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一个例子也是非常的成功 有一个长辈他是在市场做生意 然后他开刀就没有办法去做生意 就待在家里 那在家里休养就没有朋友啊 就慢慢剩下一个人自己 自己在那边很 就是生活就越来越单调嘛 然后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带动 社区的志工力量去把它这样带动出来 他现在很快乐啊 他现在 他的子女都是公务人员 他现在说他如果一天 没有志工没有来找他的话 他就真的今天不晓得怎么办了 所以我们从几个例子都可以看出来 老人的照顾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他一个方向 然后你们去做辅导 这样可以做得更好 请你答复一下 是不是能够朝这样的方向 很落实的一个社区的力量 在地的力量 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老人照顾 请你答复一下 请局长答复一下 那跟陈议员报告 在局长答复完之后 时间暂停 我要介绍今天旁听席的贵宾 请局长回答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没有错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辈人口 不但持续增加 而且他们的平均年龄也都不断的上升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市长一直希望 期许让高雄市的长辈 不但是可以活得长寿 而且是要活得健康 而且最好还是要活得快乐 那当我们之前也都做过调查 我们高雄市的长辈还是希望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接受服务 所以我们这几年主要都在推社区型的 所以全高雄现在206个社区型的社区关怀据点针对长辈 那也有很多的银法的一些成长学习的一个长青学院 或各种的一些包括教育局的 包括中央的教育部的还有社会局的 我们这样子也差不多195个全高雄 那像日拖日照 刚才您也有提到的 我们现在也是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在高雄都能够一区都能够有 对那现在您刚讲的 其实我们在高雄也有银法农园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可以推动让更多的长辈 他可以有更多元的一些选择 那甚至我们也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相关的服务 就变成说他不用出来 而是我们到他的家里面来提供服务 那的确就是日照日拖的这个部分是很多家属的期望 但是议员您也知道 因为日照这个部分他的专业的规格会比较高 工作人员必须要有特定的一个专业的证照 那我们的服务里面的品项对象甚至比较是针对失能的长辈 所以对象也是有锁定的 但是比较健康的长辈 我们原则上就会希望鼓励他们多多出来 参加共识参加基本的这个健康维护 跟各种的一些学习课程 我想这个目标增加服务据点 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地有更多的团体 可以跟我们的公部门一起做合作 这样这个部分也知道议员都很支持 那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谢谢局长你请坐 我的重点就是说日拖一定要多点 点要多 那我们在地的一个服务健康的老人也是点要多 其实这个花费都不是很多钱 这重点是在这里 其实这个日本早就已经在推行了 好谢谢 陈议员我们时间暂停 来介绍今天贵宾席的所有的贵宾 我来介绍目前来到现场的贵宾 目前这些贵宾是针对中央公园建立图书馆 其实来的是正方两方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我首先介绍反对中央公园建立图书馆的团体 由中央公园互地互数联盟 带队的是张承贤理事长 他们共有30个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大家用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 欢迎来到高雄市议会 另外很热闹 再来介绍另外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是支持中央公园建立图书馆的团体 正好跟前一个团体的立场是不一致的 我来介绍今天这些贵宾 支持中央公园建立图书馆的贵宾 目前由林亚前津新兴区的丽丁朱县 林福之里长率领 还有林亚区林德里的里长翁振才 前津区的文西里的里长 张永春里长 新兴区南港里的陈福明里长 目前这个团体有200个人也来到现场 欢迎所有市民来到高雄市议会的旁听席 是不是请现场的局处首长 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另外想要拜托今天来到现场的贵宾 高雄市是一个有追尊的神奇 所以我们的标语尽量 卖有羞辱或者是 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字眼来出现 毕竟我们各种是一个人有追尊的神奇 欢迎你们 谢谢 陈议员抱歉 请继续 谢谢主席 我们再来讲到我们的捷运 捷运是我们高雄市最大的一个交通建设 那有最近有很多市民在跟我反映 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喜欢做捷运的人 但是他有发觉 现在我们的捷运在 星期假日或者星期六的这个承载量 会比较爆满 那一到五的时候 他们乘坐的时候都在伤伤 如果要跟日本跟台北比起来的话 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那他们是在想说 我们的捷运是花一千多亿建设起来的 那如果说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那经济不景气什么都涨 那如果 我们能够再优惠继续优惠我们的捷运 这个一个票 一个票价的话 能够让他们 把这个捷运再做得更满的话 那这样子也是一个考虑 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个799 999的一个优惠票价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要 我要跟我们的这个局长来反映 现在什么都涨 那我们的民众呢 他们在职一住行娱乐 他们一定要节省 那再相对交通也是要节省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最最低 最低公里数的 二十块钱的话 或是做二十五块的是 两趟做下来是五十块 五十块的话 我们用一卡通 那也要四十四块 那四十四块 做一次来回四十四块 如果骑机车的话 大概可以骑个两天至三天 所以大家都会算啊 后来就很多人又跑去骑机车 他说其实我们是很喜欢做捷运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考量到经济问题啊 我们现在什么都涨 我们要节省啊 一个便当差两块钱 我们也走了更远的去地方去买 就是职一住行 我们都是要要要节省 所以如果说能够能够以那样的一个 一个断市的优惠的话 让我们的捷运能够做得更满的话 那这样也是可以收费到我们的市民 也可以让我们的城市降温 现在我们高雄市的温度都三十六度多 所以整个空气也会更好 所以我要请我们的局长 能够从这方面去思考 是不是能有机会的 要取断式的来做一个票价的一个优惠 你们可以观察一下嘛 星期一到五不是很满 星期六到星期日是比较爆满 那这样是不是能够不断期的举办一些活动 让我们的票价能够再优惠一下 局长请你答复 请局长回答 好 谢谢 谢谢议长 谢谢陈议员的关心 有关捷运的这一个优惠的票价 那我所知道目前我们也一直要求 高雄捷运能够透过现在目前 他正在更换所谓多卡通的系统 那这个系统更换的过程里面 会将各式的那种优惠计价的方式 会顺便设计在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目前的进度 大概7月他们就要使用多卡通 那优惠票价的部分 会在应该在9月左右 在开雪以前会提出来 那我们会持续来关心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优惠方案 好 谢谢局长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上次的票价这样优惠 一下子我们的承载量都是增加的嘛 那现在又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空 一到五的话捷运还不是很爆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达到我们市民的期待 现在什么都涨 能够给他们一个小小的优惠 那我们也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那个城市的降温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空气品质 然后也要赶快鼓励大家来乘坐那个大众运输 那我们要看到现在已经进入盛夏 我们这个夏天这么热 很多民众都说被那个小黑纹 钉到走不走 你看这个被钉到的脚就是肿成这样子 这是一只小黑纹 我们看到 我是说我们应该要对于这种空地 这种空地或者是脏乱的地方 会容易滋生病美稳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去加强宣导跟清洁 当然消毒是适当 消毒太多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毒素 那我们就是尽量去从清洁环境去做起 尤其是我们那个公务局 在104年的时候 我们有做那个空地的绿美化 有达314.13公顷 那减碳量也很不错 有达到1万多公顿 那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成绩 应该要再积极的把它把它推广 因为现在我们本期开车在外面走 有看到很多很多的空地 都还是空在那边 那现在如果一个下雨的话 又积水 那容易又产生一些病 請公務局长答复 有听到他讲的问题 有 有刚刚那个我们空地绿美化的部分 我们今年还是持续在办理 那目前到现在 我们已经通过有33件 那我们预计在10月底 就可以来完成 那以上 好 谢谢陈立正议员的咨询 休息10分钟 谢谢陈立正议员